柯文哲 柯文哲卷入了金华城一案 现在呢 前立委郭正亮他断言 在两个月之后将会出现一个引爆点 我们先来看到目前在案情的最新发展 检方已经三度提训柯文哲了 现在呢 当然最快就是希望能够拼竞速针结 但是呢 柯文哲的部分 他依旧否认犯罪 辩称没有任何图例 也没有任何收贿等等的情势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 检连这一次大动作 然后呢 侦办这个案件 希望能够拼竞速针结 但是目前包含了前台北市的副市长林清荣 还有前都发局局长林周明 这两个人的证词都是对柯文哲比较不利的 好 另外呢 还有这一位 是前台北市的都发局局长黄锦帽 黄锦帽的部分呢 已经由证人转列为被告了 同样的他的证词也是不利于柯文哲 好 但是我们来看到 当然呢 在政治攻防的部分呢 现在根据了TPOC所做的最新调查 网路好感度还有声量度的趋势 他们的解读就发现 民众党大力的深远 但是呢 相关的议题网路声量倒是持续的走低 从单日的总声量突破20万则 到本周急剧的下降 现在呢 只剩下2.8万则了 当然呢 民众党似乎招数用尽 但是柯文哲的好感度依旧是维持在0.6以下 所以呢 他们就解读了 显示网路舆情的看法恐怕已经定型 但是呢 在整个侦办过程当中 这一回呢 不断被外界质疑的就是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侦查不公开 好 因此呢 有很多都已经被检举了 NCC就说 目前累计接获33件的申诉案件当中 其中16件是跟小省1500争议有关的 好 所以呢 这个三例被检举23件最多 其次是东森有3件 静电室有2件 至于未指名特定频道的则是有5件 好 主要呢 这个部分就是来自于 每天有相关于这个案情的报道跟爆料 还有独家报道真的太多了 其中呢 1500的部分 就是三例的女记者说 1500审庆金就是1500万元 但是呢 北检在约谈之后说 报道跟卷证有诸多不符 好 外界呢 高度怀疑 你这不就是不了了之吗 好 这个是时事评论人谢寒斌 他在脸书上发文 他就说 他发现到 有网友呢 把Google Map里头的 台北地检署的名称改了 好 台北地检署不叫做台北地检署 他把它改成叫做台湾台北东气市场 好 谢寒斌就开酸 不得不说还真的是有点贴切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 当然在政治层面的部分 现在呢 这个柯文哲的金华城案 其实也影响到了 包含各党的民调支持 还有就是总统赖清德 中时新闻网就说 受到了科案冲击 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的不满意度增加了 好 我们就来看到 这个是靖新闻所做的民调 我就发现说 整体来说 请问你对于赖清德政府的施政表现 满不满意呢 我们来看到满意的人下降了 但是不满意的人 则是增加将近有4.1%左右 好 因此呢 这个前立委郭正亮就说 柯文哲如果在一审被判徒利有罪 那么这个部分是法律层面上 政治上其实还不算输哦 后续还是要看民众党 有没有更强力的爆料 还有攻防力道 能否让民进党血流成河 好 另外呢 亮哥也特别提到了 所谓政治上的动作 还有引爆点会出现在什么时候 北姐呢 如果到柯文哲首次积压期满两个月之后 还没有找出任何金流对价关系 就申请延压 好 这个时候呢 此案的引爆点大概就会出来了 很难讲 他不会出现任何的政治动作 好 他预测 如果柯文哲到时候绝食了呢 不吃饭呢 好 他举一个例子 那么就是民进党前立委苏志芬 在2008年拒绝交保金 然后呢 连续绝食200个小时 好 当时的云检可以说是吓了一大跳 然后呢 9天就起诉了交保 亮哥他也说了 你千万不要低估 这个不会发生 到了两个月的时候 他觉得 那个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个重头戏出现 亮哥的分析解读到底是如何 我们带大家一块来听 科匹积压满两个月 对 要有结果了 那如果金流对价还是没有 对 没有个结果啊 那你要不要起诉 你要不要放人 交保放人等等 那如果北检在 如果北检白目啦 就是说他完全不考虑政治 只考虑法律啊 那北检当然 法律上他有权力延压啦 可是这个在政治上就是一个风暴 就是那你到底还要查什么 如果金流对价都查不出来 然后你还延压 那个我认为会很难看 而且你不要低估 柯文哲会做什么事哦 你不要低估哦 这个柯文哲也是 很有党外历史记忆的人哦 你不要忘了民进党出过 施明德跟苏志芬哦 他在激烈的时候就是绝食哦 我给你造成一个政治超大的僵局 民众党我跟你保证 第一次开委员会 就集结到司法委员会 来问他们啊 因为你不要忘了那个谁啊 那个邢太昭啊 我们检察总长在半年前 当着黄国昌的面 说侦查被公开让他痛心疾首 是啊 我看你怎么回答这个 利利在目 你看连这个之前超级绿的那个律师 他都特别讲说哇有这种事情哦 北检可以自己这么快 好像差不多一个多礼拜 就做出一个结论嘛 认为说我们没有外泄 他说有这种事情 那你也可以请民众党去查 柯文哲有没有图力嘛 他这次真的做的太糟糕了 而且早上约谈马玉文 那下午新闻稿就出来了 林志群我想起来 因为这个律师我们过去 通常不引用的 林志群自己 就是深律 超级对超级律师哦 他都出来讲这种话 我就觉得 怎么了林志群没有 不是啦因为他明显自销矛盾 对 他说他完全是因为 根据他的采访经验 然后自己做的结论 你怎么可能讲出小省 1500省信金这种结论啊 这种不叫做结论 这种叫做料 这个就是各台的资深司法记者 都拿不到的资料 对 这个哪里叫做 你回家自己做做结论 看看沙沙节目 看看别人的报导 你就可以做出这个结论 小省1500 开什么玩笑嘛 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北院 北院他的裁定书 有简要版给我们看的 还有完成版 禁周刊引述 引述全文 这个怎么可能是爆料 怎么可能做出结论 这一定是你看到了嘛 不然你怎么可能 所以我说北柬那个西文稿 把自己的公信力全毁了 所以民众党是用语很 没有那么尖锐啦 不像本人 本人那天当场还把他西文稿撕碎 来拍桌 那天这个所有动作都来了这样 连我们那小编都吓一跳 那 小编帮我再印一份 那个北柬的新闻稿 我要再看一次 民众党只讲 求援兼裁判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跟你讲 你就那天 去看有多少民众党的人 会到司法委员会登记吧 一定的啦 就把你轟死 嗯 好 不过这回北姐在约谈很多位的记者 跟这个媒体之后哦 就说他们不是这个消息 并不是从公务人员所被透露的 但是这一回绿媒周刊又再度爆料了 表示说柯文哲选前三个月 账户涌入2亿的匿名现金 好 当然现在大家还是不断高度质疑 特定的绿媒轮番放话带风向 有人就挖出了 习日立法院长韩国瑜 曾经当面透骂绿媒 只不会抹黑造谣 主席有没有消息 会担心撤谎吗 18号9点25分 柯文哲第三度遭到提讯 这位柯文哲似乎刻意把被上铐的双手举高 不知是否在做无声抗议 历经7个小时征讯略显疲态返回悲索 而绿媒周刊又爆料提讯关键 在申请经论功行上高达5亿的奖金 流向不明 而同时困扯选举账户 突然在选前三个月暴增近2亿捐款 其中不记名现金捐款甚至高达13万7千笔 难道真是在习惠款 但有明代质疑 当初为何柯市服事先发建照 给金华城后才签订协议书 难道这不是图利 从申请建造到核发建造需要多久 三个月到半年 那为什么金华城可以超前取得 容易的审查会都还没有通过 凭什么发给他建照 有没有非法图利的问题 绿媒女记者爆料困着USB里 有写1500小审 还说200%确信减掉却说每人泄密 因为媒体报道逐多不识 和各界炮轰要么就是绿媒200%造谣关三天 要么就是减掉泄密关三年 你们两个总要死一个 看你们两个猜拳谁要死 就是检察官泄密 他们过去用这个方式 来对付盲酒更严重 他把所有的录音带的东西交给同样的金桌刊 台北地检所检察官其实不但可恶 而且可耻又喜欢说谎 过去立法院长韩国瑜 曾饱受同样的绿媒追打 他曾忍不住公开点名 三粒电视台啊 过去我说你是两粒 少了一粒良心啊 这两粒一个抹黑一个造谣 这么多年你都还没有进步吗 三粒电视台啊 进步吧 精华城乌云密布 剪掉办案的特殊手段 如今像弊案一样备受质疑 记得装成量去过好 SN小组台北报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